新疆2009年爆发乌鲁木齐七五事件 维吾尔人与汉人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 造成至少197人死亡 事件发生以后 北京当局加强镇压力度 导致大批维吾尔人被迫出逃 许多人流亡到土耳其 而土耳其外交部2月9日发表声明 抨击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有系统的同化政策 是人道上的重大耻辱 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 结束新疆的人道悲剧 根据中央广播电台 土耳其外交部发言人阿克索伊 透过声明指出 已经有超过100万维吾尔图决人被任意逮捕 并在集中营和监狱中 遭到酷刑和政治洗脑 同时没有被拘禁在再教育营的维吾尔人 也蒙受极大压力 而旅居海外的土耳其维吾尔公民 则是无法取得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亲人的消息 阿克索伊也透过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秘书长 采取有效措施 结束在新疆的人道悲剧 并要求中国政府尊重维吾尔人的基本人权 关闭再教育营 此外他也提到维吾尔诗人与音乐家黑伊特辞世的消息 并提到他是因为创作而被判八年徒刑 并在监狱第二年离开人世 阿克索伊提到这个不幸消息增强了土耳其公众 对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违反人权问题的关注与反应 并再次强调 土耳其已经透过各个层级向中国表达关切 呼吁中国当局尽快关闭羁押设施 尊重基本人权